才有這個方選 2008的話它會顯示出來 就是你要自己去找那方選在哪裡 那2010的話 它都很貼心 它就用紅色highlight 然後還幫你做一個超連結 讓你直接去link到那個 程式碼 OK 那通常我之前在講這個部分 我都會問底下的學員就說 看這個程式碼怎麼去修改 那因為今天時間真的很有限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答案公佈出來 它這邊有一個 for回圈那這for回圈呢 就是我們定義一個常數就是說 我們去取1500筆資料 OK那它取1500筆資料 這資料裡面包含什麼呢?包含 人的名稱跟公司的名稱 這兩個欄位 那它在這個回圈裡面呢 它去呼叫了一次game name 去取出這個人的這一個 arraylist 然後再去呼叫一次game name 去取出company的這個arraylist 所以呢 它每執行一次回圈 它就要呼叫兩次game name 而且返回的都是完整的資料 因為它返回是arraylist 那我要取1500筆 我跑了1500次回圈 它就執行了3000次的game name OK 好 那這樣大家有沒有感覺就是說 它重複呼叫不必要的這個function 太多次了嘛 事實上 它既然是返回arraylist 返回完整的資料 那我只要 我就可以取得所有的資料了嘛 OK 好 所以呢我們怎麼去修改這個程式呢 上面有一段這個灰色的 我用一個條件式編譯 就是說已經最佳化的 好 那它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來 把這個條件式編譯 修改一下 OK 當我們去存了之後呢 我們下了這個compile symbol之後呢 你會發現 原本灰色的地方它已經 已經變彩色了 那原本 原本彩色的地方它就變灰色了 OK 那這是我們下的條件式編譯的關係 那它怎麼做呢 你看一樣是在這個for回圈裡面 它有沒有去呼叫game name 沒有 沒有 它沒有在這個for回圈裡面去呼叫game name 那它在哪裡呼叫呢 它是在construct的時候 它做people的construct的時候 建構式的時候 它就去呼叫 這個game name 然後把這個arraylist 變成是一個 class層級的一個變數 然後來 來讓後面的方法去存取它 所以 我就變成 原本呼叫3000次game name 現在只呼叫幾次 兩次 OK OK 好 那修改完之後呢 我們重新再來 跑一次我們的那個 performance的這個 profile 好我們要把它launch起來 好我們再去執行 那這次呢 不用一秒鐘 0.65秒就把它執行完成 那它一樣會去做分析 但是你會發現 這次分析的結果呢 就比較沒有什麼好調整的 因為它下面就是全部都是framework 我的button click下面 就也沒有互叫get people 也沒有互叫game name 表示說 我剛剛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它去取樣的時候 都沒有取到我 我自己程式的東西 那都是framework 自己本身的東西 好 那provider還有一個功用就是 我可以針對兩個報表 舊的報表跟新的報表 我把它選起來 然後去做比較 效能的比較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 在performance不好的那份報表裡面 我們看到是get name 跟這個trink help 這兩個function 佔的比例是最大的嘛 所以我們可以排序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readline 從原本的這個 41.61 然後變成0 那差異是少了41.61 那trink help是從原本的28.7到0 OK 它能夠幫你去做一個 所以 你只要去修改 你可以都在修改前 run一次報表 修改後做一次分析 然後兩邊你可以 兩個報表去做分析 你就知道說 你改的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有時候 你去算那個秒數啊 或者是算那個數 其實它並不是那麼精確 尤其是它差異很小的時候 差異很小的時候 那你去run報表是最準的 你去run報表是最準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Visual Studio的這個 provider的demo 再來我們介紹 Intellertrace Intellertrace 其實我是個人是覺得 蠻exciting的 看到這個功能 因為最早看到這個功能 是我在西雅圖參加我們內部的一個training的時候 那時候 還在 Visual Studio還在CTP的版本 那時候介紹的這個function 因為我們以前在做support的時候 經常 在做production的這個 troubleshooting的時候 常常需要收dump 那dump裡面它有一個WF的指令 就是說它可以去回溯 就是我之前的這個code function裡面呢 它的變數是什麼 發現有哪些event 它可以去trace back 那以前我們在開發工具裡面 我們只能夠做單步偵挫嘛 步一步往下偵挫 但是你沒有辦法steep back回去 就回到上一步 你除非就是 重新開一個debug session 你就重新再run一遍 然後把這個斷點下在前面一點 然後去做debug這樣子 你要一次一次往返 那有了這個intellertrace之後 它能夠steep back回去 因為它 就像這個slide講的 就是它像攝影機一樣 它會把那個過程 發生的事件 相關的歷史記錄 歷史資料記錄下來 歷史資料記錄下來 那部分其實就還蠻方便的 還蠻方便的 那簡單介紹一下 它intellertrace的一些基本資料 它支援的平台是 XP XP2之後 那run time的版本是2.0之後 那 在目前的這個 Visio Studio 2010的RTM的版本呢 它 只支援32bit的應用程式 64bit呢 我們必須要透過 combat9的程式去 去 去做 那 我們在 明年 應該在明年上半年 我們會發行 Visio Studio 2010的這個 XP1 那這時候它就會把 64bit的 這個intellertrace的功能 整合進來 進 開發工具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個人 我個人比較exciting的就是 我們的那一個 help file 就是 以前我們的這個 線上重輸啊 它在201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它 改成那種輕量級 那種檢視的方式 那沒有所謂的TOC 就是table of content的那種方式 那在2010的XP1 它也會再把這個功能 回復回來 因為 有一些人不習慣 有一些人不習慣 那 支援的 這個language c-sharp vb.net c++ 然後 底下是支援的技術項目 跟不支援的部分 那 目前還不支援 saflight Jscript coclr native c++ 或者是device的 debug 因為device的debug device 大部分都是 比如說你是 mobile 或者是說你的一些 debug在做分析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一個 console session 那它只要 一有問題的話 基本上就是 那個程式就 那個系統整個就crush了 所以它不會去支援 沒有辦法去支援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 IntelTracks它會 紀錄嘛 它會像攝影機一樣 去紀錄這些事件嘛 那它會紀錄的是 例外狀況 檔案存取 基碼存取 還有使用者的動作 你按了什麼button 你check了哪一個checkbox 你做了哪一個選項的選擇 它會幫你紀錄下來 那檔案存取跟基碼存取呢 就是以前我們在troubleshooting的時候 常常會用file mount reg mount這些工具 它也都把它整合進來 OK 那這個是主要的畫面 就是說你在工具選項的部分 在這個IntelTracks的節點 你要把它勾選起來 那它有兩種蒐集的方式 第一種是比較少量的資料蒐集 那個是它只蒐集事件 第二個它會蒐集呼叫的資訊 那右邊是 我可以針對這些事件裡面還有細項 去做蒐集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一下 那它執行的 追蹤的畫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原本我們的F11、F10 那現在多了往回走的這個 Ctrl、Shift、F11 跟Shift、F5 那畫面的話它主要針對 Event跟這一個 Event跟 跟這一個 Call 的兩個畫面 呼叫跟檢視的兩個畫面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都在demo的時候 一併跟各位做介紹 那麼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這邊會用另外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呢是 一個我們模擬提款機的一個專案 叫Micro ATM 叫Micro ATM 那首先呢我們會 在工具選項這邊呢 先去看一下 我們這個IntelTracks 是不是有被Enable起來 OK它已經有被Enable 那我們選擇的是事件跟呼叫的資訊 都去做 都去做蒐集 OK 那在底下的這個事件裡面呢 各位就